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主持 过关放映日前,针对即将到来的童偶熊社群日发布了一些相关的小微卷 主要就是提醒各大训练师们在即将到来的社群日里面可以把效益最大化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各方面的一些资讯以及详情吧 哈喽,为了让各大训练师们可以更加畅快的就是参与社群日活动呢 官方日前准备了7个独家的小秘诀或是说一些小提醒吧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 首先第一点就是有关美果方面 训练师们在活动期间使用凤梨美果可以让训练师们在普加宝可梦时获得双倍的糖果 这是可以大量获得童偶熊糖果的机会 绝对不要错过 而另外这一个银色的凤梨果呢 除了可以提升捕捉率之外 在捕捉宝可梦过后也可以给予更多的糖果奖励 所以剩下的时间里面训练师们尽量多囤一些这些凤梨美果 再来是社群日期间的各种加倍内容 大家可以好好记一下 其中包括了捕捉宝可梦经验为3倍 然后糖果为2倍 四十几以上训练家在捕捉通宝熊时可以有几率获得双腰糖果 活动时间段里面使用熏香效果延长3个小时 使用幼儿模组也是一样延长3个小时 活动结束2小时的最终期限前可以额外进行一次特殊交换 最高上限为2次 一样的交换宝可梦所需的星星沙子也是减半 在这边需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训练师们缺乏经验的话 不妨在社群日活动开跑时使用幸运弹 那使用幸运弹的话可以增加经验为2倍 再结合活动的加码内容呢 那经验就可以轻松的高达6倍 使用幼儿模组还有熏香也可以在社群日当天 助训练师们以臂之力 只要在社群日开跑后使用这两种道具 就可以多达3小时的效力 注意覆盖整个活动的每分每秒 另外幼儿模组还有熏香的效果也可以和凤梨莓果的效果做叠加使用 到时候捕捉宝可梦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糖果啦 另外在该社群日的时候官方也做了一些新的实验 那训练师们只要使用单一幼儿模组捕捉一定数量的宝可梦 那该幼儿模组附近的补给占捕获的宝可梦经验将有3倍 在30分钟之内提升至4倍 虽然这个额外奖励在有效内将会取代原先的补抓经验为3倍 然后也不会做加成 可是训练师们的幸运弹效果却可以做叠加 所以说只要把补给战的这个经验改为4倍过后打开幸运弹 那这个经验将会由原本的4倍提升至8倍 再来就是在活动期间尽量补抓主题宝可梦吧 然后就是尽量在活动时间段里面进化主题宝可梦 在社群人的期间完成的天野调查课题越多呢 遇到主题宝可梦的机会就会越高 当然如果运气够好也可以遭遇到其闪光版本 不过要记得的是每一个补给站一天能给出的天野调查课题只有一项 所以不要单独围绕着一个补给站去做天野调查 那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别的地方尝试一下别的补给站 可以入手不一样的课题 最后第七点如果训练师们在活动期间是打算补抓许多宝可梦的话 不妨就是可以使用星星碎片 在有效期限里面呢 补抓宝可梦时星星沙子将会增加为1.5倍 当然如果在社群人里面会去很多地方走动的话呢 就要记得去复旦了 好了以上就是有关目前官方最新发布社群人相关的一些小秘诀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之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之后的言论呢 请我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记得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支援咯 拜拜